好 大家好 我是杨继 现在是7月1号的中午12点钟 我又到楼顶来看我堕楼 等下看一下 我的晚霞 在阳光下的晚霞 哇 真的很漂亮 它的夜心都有点准 粉色系的堕楼 真的让人痴迷 大家看一下 这是山头晚霞 这一盆是山珠的小苗买回来的 就中小苗那样买回来 现在还是这样子 杆也不是特别的粗 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夜心 那个夜片都有点夜边 准准的很漂亮 所以这就是路养的堕楼 给人的惊喜在夏天 还有蓝光 你看看 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 蓝色的光 蓝光 我这个现在已经四个头了 真的不错 就爱鹿枯椎 很喜欢鹿枯椎 特别夏天 鹿枯椎感觉真的很爽 还有这个彩虹塔 我家里就一盆彩虹塔 但是还挺贵的 一株两个头 然后13块9嘛 我记得清楚 然后我是买三株 三株应该这里 这时候 它现在好像不止六个头了 现在这里面有八个头 八个头 但是应该一株 有两三个头 大家看 有长七根 美式啊 美式 非常地漂亮 颜色 状态都不错 纸的 真的都是粉的 叶片都是粉的 今天的太阳 没有去年那么厉害 而且我就是 有月三真的遮阳化 它颜色还是保持得很好 看一下这个红纳 一边都红了 大家看 这就是路氧 如果你搬到 搬到空调里面 就没有这样的状态了 它这个一定要有时间 我先试过了 一定一定要有时间 它才会出状态 它才会长成一个一个小包子 开头买回来 压水装跟草一样 就是还有这株 橙乌木 也是非常的出彩的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叶尖尖 扎过去 漂亮吧 我就发现很多 朋友拍视频的时候 都是这样拍 拍得很漂亮 其实我拍视频 有些人觉得 哎呀我多肉很乱 如果你自己也种了 这么多的多肉的时候 就不觉得乱了 有的那时候你种少一点 少一点 因为我情况这么大 少一点就没有特点 你可以去前面看一下 我种少的时候在楼顶 它就看过去 就寥寥无际的感觉 你看我的三色景 虽然这时候没颜色 今天的秋天 肯定就很壮观了 大家看主干这个杆 很粗 成木质化老砖 很粗很粗的感 下面又长了很多头 所以说三色景 如果你家里有一棚 就不要再买了 你就把那些小头掰下来 它就长成一株了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这么多了 很少 以前少的时候 这些小牙都很珍惜 都把它掰下来 然后又重新种一棚 现在多了 多了就有点 不珍惜的那种感觉 人家都说物与虚为会吧 现在满楼顶都是多了 就不是那么珍惜了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点 略养 略带它们养 大家看一下秋莉 秋莉那段时间 我给它撸了 很多人说你撸太多不行 秋天的时候 它就会漂亮了 鹿月片 就是南多肉 历练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这个 阿伦培 阿伦培其实我也是第一年 在它们度假 也是去年秋天刚买的 前面的时候有一个品种 但是夏天我没有给它遮压 它后面就出状况了 大家这个品种 一定要给它遮压 遮一下 会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再带大家看一下 我家里的绿莓 你看很快长花劲 大家要实际的把它切 不切你这个头 就被它长坏了 你一定要把它的 这些花劲擦掉 你如果觉得不冷心 它就会把你这个头 长歪了 长不好看了 有的甚至营养 如果都被它弄没了 你这个头甚至还会干枯掉 所以大家要懂得 为什么人家说 多乐不让它开花 就是这意思了 甚至有些多乐开花 这一株 子株就会死掉 因为它会大量的消耗 营养 那有的人说 你就给它施肥 不是这样子 多乐不是施肥 有的时候能够解决 这些消耗的问题 你如果施肥是厉害 它就涂涨了 大家看一下 底下密密麻麻 长的都是头 希望它秋天的时候 也能够长得好 原来我都是 路养 这个可能 上回这里断了一个 断了一个头 其他的都是木质花老庄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些多乐 还有我家里大缸 我也给它搬进来了 因为香槟 它毕竟 还不精煞 虽然它一瓶很厚 但是它好像不精煞 我还是搬到这样碗下面 这一株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很会抱头 我都没有给它去弄 弄一下还会 还有这个齐炉 哇都美人 还是这么漂亮 都美人 还是这么漂亮 是不是 上回 那个高茶拿回来 不是 没力寄给我的时候 断了 然后我就插在一个盆子里面 它也长这么好了 我也没给它撸枯叶 这就高茶 然后呢 大盆的丢下来 大家看一下 弄了两盆 可能高茶出状态 它一心就是这样弹心色的 跟纸的有点区别吧 我当时弄了两盆 那边还有一盆 所以多了 它损伤的时候 不是会变少 会变多 嗯 时间又多了 说一下 说一下 都要几分钟 大家看 在这些 抱出来的小爷 感觉高茶夏天还在生长 夏天还在生长 他们又休眠 可能这样就算八休眠的多了 大家看一下 嗯 很像那个七高的那个小苗 是不是 哎 哇 太神奇了 今天又带大家看了一些 有一些多了 在阳光下 它能让战欢它的美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专画 拜拜